两颗雷线风伤 二哥不要直接被炸飞了 这个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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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哥 大白龙门阵 他趴在这里 单纯的二哥完全没有想到 我相信二哥的鼠标直接甩飞 这怎么有人 7阶段给自己提供比较良好的输出环境 A7看这一波破了19 没问题 哎呀 灰灰怎么又掉了 两把第一个掉 而且都是转移的时候的投车 我是觉得A7的手 过点 一波扫车马卡巴卡 哎 撞树了 后续跟枪并没有选择雷 再接一波宝宝位上要直接抢顶 对 主要KID这边只剩他一个 队友都站得很远 KID这边倒了 不过还是一颗雷把马东西给炸倒 是的 比如说现在ACG要救人的话会花点时间 ACG会过来冲一波吗 队友离太远了 感觉如果离得近一点的话 这波ACG就直接将ACG吃掉了 还是有想法的 潘多拉坦克 还直接收枪跑了 追求最快到达这个战场 没错 高点被放掉了出枪 这个时候给队爆点底下是个彩血 五枪先打掉一个 原点出枪 我枪很烫 但是一摩佩克在侧翼的位置被打掉 又是潘多拉 这是原点的欧米嘎出枪 先锋烟吧先锋烟 这个龙底下的概率还是相当大的 没错 烤鱼啊还是把潘多拉打掉了 SMS其实这个实际找不得还不错 但是黑猪在后点的位置 是阿联撞两人 玩碰碰车呢兄弟 补了一个撞到一个 我们应该一看什么情况 甚至是小玄子一枪未开 直接带走两人 这击倒效率 对 这个确实躲不及啊 是的 而且他也看不到 对 两边的想法都很一样 就直接啊 什么情况 怎么 状况百出 我真笑不活了 我真的会戒 你改个 你改个名字叫Spaceman吧 无论发挥的什么样的情况下 他个人的表现都不会太差 没错 诶 这边好像小薰是想拉隆几山半坡 但还是被 我觉得还是要跟一下白龙马这个位置 而且波良主要是现在得看CT镜这个方式 没错 现在 这样会给山下队伍机会 口头19过来找机会了 我看到个测试 啊 打 这是圆点 圆点圆子出枪 它是近点是把白龙马打掉了 对啊 他瞄了这么久啊 不然你把这分开了 是的 圆子这个分都能打到 就是这一波出枪之后 把真哥节奏提起来了 是的 这个视角想绕后 嗯 这是老队友啊 你看白龙马 这个位置 我完全不知道这波出枪 小凯正面先放到一个 弗莱云补枪将龙 许生打掉 嗯 就埋伏了呀 这波 FY冲得很自信 但是上来之后发现没人 结果突然一看 哇 中埋伏了 前后都有人 是的 关系还能都救起来 老局其实跟的没有那么快的 而右上角另一侧是 T1中其实做的还不错 对 刚才高西那颗雷很有威胁 又补了一颗 都在上山 SMS也上山了 SMS直接绕了一下 但是还是最终往山上冲了 是 老局 直接是连打代捕 对 老局刚才是埋伏了很久 这波直接往山上顶 悟空是双线作战 但是老局又打一个 不断的蚕食悟空 嗯 听到DT的脚步了 怎么说 操作起来 这个操作空间很小吧 但是A7来了 没了 DT这个协同拉得很漂亮 两个人同时露头 哇 这个圈 尖远 外围打外围的 然后有防区的人就外外 就是外面撤手把 于事无争 等 等你山上打完防区的 对我就是 是的 一个手雷精准指导 都已被炸倒了 彻底Spaceman拉过来 被削开反杀 只剩高兴一个 但是高兴混淹的这个情况 好像没有人知道吗 悟空这边先被淘汰 是A7这边也上山了 在救人 A7是两 另外一边花神去摸CG那个方向了 他也是属于双线作战 对 底炮 61刚刚被救起来在打状态 现在A7其实这个底坡不太好进攻 对主要是 你要从这个角度爬的话 角度不多的 是的 从这里上山61能架的地方 其实能锁 而另一侧又是这个连排方 之前是TY跟天梅 两边打完之后 现在是4M跟RBS接管了这个连排防 羽人打了一个 但最后羽人也被淘汰 是南哥这边打的 没错 赶紧服 因为不再圈了 但是圈还没刷 还有三秒钟 背后几颗烟快散了 我看到DTT身上已经没烟了 我要利用这几颗多拿点分数 一定要把A7打掉 高兴打了一个背身 这边小PIG OK 没有问题 刚好在烟散之前打掉了 然后CTG压过来的时候 刚好躲到掩体后面 这一波时间很漂亮 但是这颗雷躲不掉了 血量太残了 只能说DTT在这一波 其实被压缩站位的同时 还能拿到五个淘汰 其实打得还不错 是的 DTT在山头 左侧山头这个拉扯做得很好 因为这个点他们打的比较多 对 而且由于有这个FQI和A7中间穿插 一定要小心雷震雨 是 天马这边已经是三颗雷在等协同了 天马的站位很好 一颗雷先把龙总拳炸倒 炸得太近了吧 主要是你站位太密集 导致你站不开 而且远点的人被架死 我只能说是FM有点难打了 这一攻 不过也确实 天马这个地方本来就是天克FM来的这个 是的 你以为天马先倒 对 所以你抢不到这个地方 从这张金融基本上 就除非你的雷一开始能蒙到一到两个人 嗯 不然就是挨打的命 是的 是圣平可难 怎么说要不要救老板 有雷有雷天雷了 原地一趴的话可能就没什么机会 嗯 天马这一波清点是很快速 是的 哎 CTG突然倒人了 是 那这一波 看看DSS进攻的方向 我觉得听反应吧 斗子这边没问题 想先补分 CTG还是最后一个 但是最后立白的补强是终结了木子里 对 这把DSS开始有配合了呀 是的 还剩5个队伍阶段6 嗯 也是因为龙几山的关系 就他最后缠了个绷带 是的 没有任何的作用 那随时KG被淘汰 本场比赛的四强已经是诞生了 8就选择上山了 嗯 因为连排房那个时候是连接了四队嘛 你看出枪了 就是这个点 连打内部拿分 没时间打药了 这波是尽力了 马天马打手很多 我真的说 来了 打白 应该是其实前面来的时候这个脚步应该听到了 打白了 倒打地 没问题 躺地地 五个淘汰啊 找回状态了 对 天马就是如果一个人在突突的时候 左翼或者右 直接请 太残了 这没什么机会操作了 四打一了 强险实在太贵立体 天地的位置也暴露了 不打药 直接往前顶 四打一 那的话可以提前恭喜天马 崔西一 三打进点八倍进没控 没有问题 恭喜天马在第二场脑中拿下 九个他才成功吃鸡 一个非常典型的一个龙